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时尚大盘点 出镜百变潮流风尚 私下随性自在 今年的王一博 时尚穿搭可谓是丰富多彩 精彩中带着低调与奢华 风格更是百变 时尚潮流中透出自己的风格 私下穿搭中却保持自己态度 随性且自在 这是王一博转型电影圈的元年 更是多次参加公开场合 露脸次数频繁的一年 三部影片上映 各种的晚会盛典都需要出现 配合宣传 自然红毯造型风格百变 细数下来 香奈无疑是这次的主打 从各款胸针加持开始 一路开挂 锦上添花 从不宣声夺主 更是在用四场香脉大秀 给足了这个娱乐圈顶流排面 更是全球推送 超超级手穿的待遇 从年初无名上映宣传开始 小香风就成为别具一格 出镜率在各大场合 从未失踩过 软的外套新款加持 各种配饰挂件 项链胸针更是带出圈 从就近的月份说起 致足盛典中 夏日度假风 草帽配上香奈短款外套 成功霸榜多日的话题 这次的造型让时尚圈都清潮出动 吹捧了好些天 尖叫之夜全系的 Shin'o 配合乍毛的刺猬头 牛仔大拉裤 成功拿下各位的关注点 星光大赏中 可谓是Celine家的主场 成熟性感的男人气息 让人欲罢不能 女装有相耐而 男装有Celine 都是衣服穿人中的腔调 从未取悦他人 只为独树一帜 无疑王一博是那个合适不过的人选 穿出的是自己风格和腔调 配合电影宣传 从微博之夜到奇遇夜 从华表奖到金鸡奖 上海电影节到北京电影节 我们在其中也会发现 有个品牌在正式场合的出镜率不低 更是衬托了王一博身材比例 这需要加鸡腿的 那就是季范希与香奈儿的搭配 季范希家多次在王一博这里 拿下西装套系的穿搭 同时配合香奈儿的各种珠宝配饰 把王一博推上了一个贵的咖位 带出圈的还得看王一博 九头身的比例 穿衣自然是好看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身材比例的优越性 给了他穿任何衣服 都能穿出自己的特色跟风格 这是王一博这一年来 各种红毯和公开场合的时尚穿搭 自然也会有路演过程中 休闲风的表现 无名路演 全程就是带着电影名字的卫衣 配合不同的王一博个人私服 那就是垮裤一穿 谁都不爱 要的就是一个休闲舒服 长空期间 那就是专属的是非原外套 这件外套可是网红款 可谓是成功带出圈的节奏 热烈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各种T恤随意穿 从黑色到白色到蓝色 我们的王一博是多彩的 也是我们街舞中出彩的陈硕 其实私下里的王一博 这一年很随性自在 穿衣不讲究 好身材一览无疑 就是喜欢宽宽松松 喜好都在穿搭中体现 爱上大摩托 打起高尔夫 热爱街舞 从他的私服中就可以一探究竟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一年下来 穿衣有品 百变风格中 有着自己的态度 干脆直接 越发低调却从未失彩 其实王一博在今年的时尚圈 有种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就是让时尚圈都颤抖的香乃大秀 巴黎时尚周上的超高待遇 各种排面看下来 都给我们国人在国外时尚圈争光的表现 这就是顶流的魅力所在 凡是王一博上身过的 大部分都会成为焦点 有的瞬间成为爆款 特别是安踏 香脉等 无疑是话题地带 这些品牌都因为王一博 而成为瞩目的焦点 他们都在争相合作 更实在他上身后 纷纷上线认领 足够看得出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